我的未婚妻乐乐一直是一个全球刺激的人 今年,距离我们盛大的婚礼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决定和她去一趟刺激的水上旅行 我们总是想要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于是立马就去做了 当我们越过浅滩时 我已经感到满头大汗 还有一点点紧张 我给妈妈打了最后一个视频通话 向她展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 明明,你是疯了吗? 这种行为太愚蠢了 无论你采取多少预防措施 你怎么能保证万无一失呢? 我告诉妈妈 我已经看了很多有关鲨鱼龙潜水的真实评论 确实是安全的 并且我做出这个选择并不是一时冲动 我的未婚妻甚至认为 我们应该立下一份生前遗嘱 万一真的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呢 但我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因为那样会让自己生活在恐惧之中 没事的妈妈,放心吧 我会在一个小时左右给你回电话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手机信号越来越差了 这是条不归路 她再次试图说服我 但电话完全没信号了 乐乐有点紧张 正要劝我放弃 船突然停了下来 驾驶员告诉我们到了 我看着外面平静的水面 发现了一些可爱的食肉鲨鱼 在游来游去 船长告诉我们赶紧穿上装备 与此同时 船长准备着要用来引诱鲨鱼的鱼儿 我们来到更衣室换衣服 其实我们也不是非完不可 损失的押金也没什么 我告诉乐乐 当我穿好潜水服 并把氧气装备放在身上时 我看到乐乐的身体在发抖 她似乎有点紧张 潜水服又紧又结实 主要是为了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能够在冰冷的水中保护身体 司机告诉我们 我们将有35分钟时间 与鲨鱼一起在水中玩 当我们回到甲板上时 他们在对笼子进行了最后的安全检查 乐乐捏了捏我的手 然后我们亲吻了彼此 戴上了安全帽 确保氧气罐能正常使用 这一切的体验 都是毕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我和乐乐原以为会梦想成真 但没想到 很快就变成了噩梦 走进笼子 我们被告知要移到左侧 看着司机安全地关上了大门 笼子里有一个小洞 我们可以用潜水拍照设备 在笼子里拍 但看到这个洞好像有点大 我的手臂都能穿过去了 我感到一丝寒意 水一碰到我 我的身体就绷紧了 我开始感到肾上腺素 在我体内流动 大海是如此的平静和空旷 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我甚至在想 如果没有鲨鱼来 这一次就亏大了 当我们完全静默在水中时 我听到了船上喇叭 发出的雾号声 和鱼耳落水的声音 慢慢的 当鱼的内脏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前时 水变成了一片片的红色 乐乐和我并肩站着 全神贯注地注视着 已经浑浊的水域边缘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动物的轮廓 从边缘出现 不出所料 鲨鱼来了 我提醒自己 只要我们淡定 就不会有事的 但这好像没啥效果 我开始变得更加紧张 因为没过多久 就有几十条鲨鱼出现 并开始向笼子游过来了 大多数是虎鲨 但也有一些更大的品种 乐乐轻轻地推我 暗示我去拍照 此时 鲨鱼都在咬着鱼儿 虽然我真的开始害怕了 但现在退缩为时已晚 所以当我准备拍摄的时候 它站在我身后 我小心翼翼地 将手臂放在笼子的开口附近 咬紧牙关 一只体型较大的大白鲨 就在笼子旁边游来游去 我的身体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把相机放在头盔附近 拍了几张照片 鲨鱼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 不断地撞击笼子 导致笼子不断地摇晃 我感觉到乐乐用身体贴着我 我想把它推开 因为我已经离笼子边缘很近了 在相机拍照发出闪光灯的时候 一只鲨鱼突然变得很暴躁 猛撞栏杆 相机从我手中脱落了 飘落到了笼子外的水域中 虽然只有不大一米 但如果我伸手去拿它 我的身体是会暴露在笼子外面的 那样真的很危险 但乐乐却一直叫我去拿 我害怕地退缩了 鲨鱼移动得更快 每次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时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凶恶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 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 乐乐把我推向敞开的洞 我的手臂悬在笼子上 就在那一瞬间 我感觉腿边被什么东西刺痛了 感觉就像一把刀片 我低头看到鲜血 从我衣服上的破洞里飘出来 我转身看着乐乐 想搞清楚她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我看到了她眼中的火焰 让我再次惊恐地僵住了 当她把我靠在笼子边缘时 我看到她另一只手 拿着一把小折刀 当血液飘到了我附近的水时 鲨鱼发狂了 其中一只鲨鱼咬住我的胳膊 并开始拉扯 我感到自己的骨头 在被拉向大海时碎裂了 乐乐继续使劲 让我靠近笼子边 无法回到中间 鲨鱼一直在蹂躏我的手臂 我的每一根纤尾都在与她对抗着 鲨鱼开始从四面八方冲向我 抓住我的手臂 水一秒一秒地变得更红了 当我对着乐乐哭泣时 我的整个身体都在痛苦地颤抖 我看着龙门一个疯狂的想法用上心头 因为我想不到其他任何活下去的方法了 我伸手打开门栓 龙门打开了 由于乐乐对我施加的压力 她跌倒了 我抓住龙门 强迫她从我身边进入鲨鱼群 当我强行关上门 并将断臂拉进龙子时 我几乎昏死了过去 鲨鱼包围我的未婚妻 并将她的肢体撕裂 而我就在眼前看着 意识到紧急情况 船上的人急忙把我拉了上来 我一出水面 司机就赶紧跑到龙子前 看到我胳膊的伤 惊慌失措地不断尖叫 那个女人呢 她在哪儿 他们疯狂地问我 因为失觉过多 我没来得及回答 就失去知觉了 大约两个小时后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 我的手臂被截肢了 他们告诉我 乐乐也活了下来 但受的伤比我严重得多 我立即打电话给妈妈 她在我讲述这件事情时 泪流满面 乐乐试图杀了我 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问道 妈妈没有给我回复 我也不知道答案 没几天我就出院了 我的一生被一个女人改变了 她曾经是我以为 要共度余生的人 不过 我在离开前却看望她了 医生说 她虽然昏迷了 但是她有意识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我活下来了 我带着一种胜利的语气 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我知道 大家都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能够证明她试图杀我 但我不在乎了 因为我们结束了 我得想办法适应这种新生活了 被最亲近的人出卖了 比起这条手臂 我的心更痛了 我接了电话 我接了电话 寻理 询问对方的紧急情况 然后立即在电话的另一端 听到疯狂的尖叫声 和有人挣扎着寻求帮助的声音 我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 一个女孩在抽起 你的地址是哪里 我一边问来电者 一边在追踪来电地址 然后 我听到尖叫声越来越大 因为有人在他们身边 砸碎了像玻璃的东西 通话信号越来越差 抽起声也越来越小 一个男性声音接过了电话 你好 我们不是故意要打911的 这是一场误会 抱歉 那个声音冷冷地说道 先生 调度员很快就会找到您的位置 不管你想做什么 请停下来 我尽可能平静地说 他的语气很平静 让我有些不安 不久之后 有人证实了最坏的情况 全家人都被他们的父亲伤害了 不过 这不是我接到的最糟糕的电话 接下来要讲的 是一个自称为丹尼的来电者 丹尼有很多想法 跌跌不休地讨论着他的家人 以及他们现在已经变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电话里 听到他好像在开车 我问他去哪里 去湖边 我老婆有时喜欢去那钓鱼 我问他是不是离婚了 但这让事情变得有点尴尬 所以我把话题改为钓鱼 与此同时 我正在为他所在的地区 安排急救人员 我的猜测是 他打算伤害自己 并打算在最后关头 拨打911寻求帮助 我错了 我现在在湖边 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美丽 他告诉我 然后我听到车门打开的声音 然后是他装子弹的声音 丹尼 不管你想对自己做什么 请冷静下来 从我目前所听到的情况来看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相信 你的家人仍然爱你 你是这样想的 让我们问问他们 他说 我听到他放下电话 然后是他打开后备箱 传出的呜呜声 我听到低沉的声音 挣扎的声音 他把电话拿得足够近 我能听到 他从他妻子嘴上 私下交代的声音 亲爱的911接线员说 你仍然爱我 真的吗 丹尼问他 当他恳求他时 我能听到他的抽泣声 我问你 尼克 是什么让一个生命 比另一个生命 更值得保留 我感到非常无助 因为他把他无辜的家人 当作筹码 但我必须保持冷静 希望救援人员 能及时到达那里 嗯 丹尼 我想这个问题 没有标准的答案 对我来说 所有的生命 都是平等的 你还是个好人 现在回头 还是来得及的 我听到他笑了 哦 真的吗 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还会不会 这么说呢 我知道他在玩弄我 所以我告诉他 我们都会犯错误 但这是每个人 都会经历的学习过程 丹尼 你不会伤害自己家人 这就是你给我打电话的原因 你以为你会读心术吗 尼克 或许你是对的 我不会伤害他们 所以我让你参与进来了 我有点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 警察正在路上 你还有机会阻止这一切发生 我告诉他 但这一切取决于你 尼克 我和你的这次谈话不是偶然的 我也不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 我大约在九个月前打过电话 我哥哥快要了断自己了 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他在攻击他的家人 有人拨打了911 然后 哥哥却说打错电话了 但那个调度员不相信 我想你还记得那件事 对吗 我感到汗毛竖起 我记得很清楚 这份工作真的太疯狂了 我从未想过自己的职业生涯 会遇到这种事情 你想告诉我什么 我问道 其实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花了一些时间 查到了那个接电话的人是你 你是那个接线员 所以我在想办法 给你个教训 他说道 哪天发生的事情 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 抱歉 但我已经尽力了 我告诉他 是的 我能理解 没关系 这一次 你也会全力以赴的 当你听到自己的家人说话 并求你时 他停顿了一下 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尼克 不要听他的 是莉莉 我的妹妹 她是个好斗的家伙 莉莉 带我向你哥哥问好 当我的妹妹求我挂断电话时 我的心在狂跳 我可以想象到他的表情 因为他的声音 因恐惧而颤抖 这家伙无论如何 都会伤害我的 尼克 别听他的 不要破坏游戏规则 但你一条看到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我看着显示器 调度员还有十分钟到 我要在这里给你一个选择 尼克 我要处置谁 我的家人 或者你的家人 他说 我说不出话了 我知道 他是来真的了 他想要回调我的生活 你有六十秒的时间 做出你的选择 并接受这个结果 接受你的所作所为 并付出代价 男人怒喊道 莉莉一直叫我挂断电话 但是我被恐惧 吓得瘫痪了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救他 那天 我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 明智的选择 我就知道 你会这么说的 他说 然后 我听到一声枪响 我屏住呼吸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有人窒息的声音 是莉莉 你这个恶魔 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游戏 我尖叫 为了服务这俩 这些电话都被录音了 尼克 我想确保你的上级和同事 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 我听到他吻别妻子和孩子 我现在要把车挂在空档 看着大家 沉入这个美丽的湖里 我一直让他说话 但我只能听到一些叫声 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为时已晚了 不久后 电话安静了 我深呼吸 尽可能让自己保持理智 像你这样的怪物 不配活在世上 我告诉他 我的愤怒掩盖自己的理智 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界限员 我也要走了 烂摊子留给你了 再见 他笑了 我能听到他装子弹的时候 准备了结自己 然后 警察来了 在审讯过程中 无论什么问题 这个人只是笑着怂怂肩 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差点把他掐没了 这个工作 常常让我陷入黑暗中 但我会继续坚持下去 我认为 还有其他这样的人 需要被阻止 也许我的工作 可以出一点力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 我永远对明天 会更好抱有期望 我昨天坐过山车 看到一个人掉了下去 我们都因为突然的停车 猛地往前冲去 我环顾四周 不敢往下看 我们所在的位置有多高 两分钟前 我和儿子还在排队 等着坐这个过山车 还是前排位置 呃 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们后面的女孩问 在这上面转身的角度有限 但我还是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给了她一个安慰的微笑 我们会没事的 我这么说也是为了我儿子 她刚满七岁 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 我不想让这成为一次糟糕的经历 到此时为止 那一天都是很愉快的 我们几乎玩遍了游乐场里的所有设施 我终于让她鼓起勇气 尝试自己人生第一次过山车 我够高吗 她在排队等候时问道 我们至少检查了三次身高要求 你不害怕吗 她看起来好旧啊 贝斯抱着胳膊说 拒绝加入我们 这也是乐趣的一部分 我是这样跟她说的 我有预感 一下车 她就会对我抱怨一番了 我们等了一会儿 想看看过山车是否会重新启动 但并没有 在我们后面两排 就在那个紧张女孩后方 响起了一个声音 好吧 还好今天没下雨 这让我笑了笑 这倒是真的 今天是多云 我回答道 迪伦看着我有点生气 因为这次旅行 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什么情况 过山车坏了吗 她尖声说 这种事常常发生的 是维护问题 两排后的那个男人说 夹在我们中间的女孩 就没这么乐观了 嘿 嘿你好 有人来帮帮我们吗 过山车卡住了 靠近轨道的那个人喊道 我真希望 现在有部手机在身上 另一个女孩哀叹道 为了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 我决定加入他们的呼救 我去叫维修人员 她喊道 她看起来像个新人 可能才来这里工作 唉 太糟糕了 敌论哀叹道 没必要抱怨 不妨好好享受一下 坐在后排的那个男人评论道 其他乘客也很恼怒 我叹了口气 对儿子抱歉的耸了耸肩 嗯 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们可以去玩别的东西 我提议道 我现在只想回家 我有点讨厌这个地方 她抱怨道 小伙子 你这就对你爸爸有点忘恩负义了 我敢说 他花了不少钱 才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 我们后面的男人评论道 别让你的孩子那样跟你说话 拿出点骨气来 他跟我说 我可以应付这些事 我说着 透过座位的间隙看了他一眼 他看起来和我爸爸年纪差不多 可能也和我爸爸一样爱惯闲事 现在的孩子 你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开心 但他们毫不珍惜 他生气地说 这时我看得出 他是在胡言乱语 所以在等待的同时 我尽量不去理睬他 我看到贝斯站在游乐设施的出口处 沮丧地盯着我 我跟你说了会发生这种事 他喊道 我又怂怂肩 对不起 瑞克 我们得走了 我三点半还有个约会 他喊道 什么 又不是我故意让他卡住的 我吼道 你真是的 还要多长时间 他跺着脚去找员工时说 我们后面的女孩咯咯地笑起来 那个男人就没这么高兴了 老弟 你一点鼓气都没有吗 这让女孩们笑得更厉害了 你别管闲事好吗 我对他说 要我说 就是你这样的男人 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没意思 他冷笑着说 我叹了口气 看有没有人来了 感觉我们在这里 已经待了至少半小时了 你不会管教你的孩子 你让老婆骑到你头上 可能连着游乐园的费用 都承担不起 你来这里 只是为了安抚你的家人 真是个马屁精 那人说道 我身后的女孩不再格格笑了 这个人说话的语调让他们 也让我感到不安 听着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你必须给我闭嘴 我喊道 迪伦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他越来越害怕了 瑞克 你在吓唬我啊 他踢着前面的座位 立声说道 女孩们惊恐地大叫起来 你个胆小鬼 没用的家伙 他喊道 我叹了口气 事态发展得太快了 但我不想闹大 我最后一次礼貌地请求你 别说了 我们都和你一样沮丧 我尽量平静地说 哦 你这么想的 你不了解我 你不知道 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今天 不知道我牺牲了什么 他说道 冷静点 没必要发火 我说 是吧 我就知道你是个懦夫 就和这里其他人一样 我只是想让我的宝贝女儿 享受过山车 而他们拒绝了 我提前几周就计划好了 我付清了所有费用 但他们说 监护权 不会因为我安排了假期 就变动到周末 我后面的女孩开始哭了 所以我尝试别的策略 先生 你吓到孩子们了 结果情况变得更糟了 他伸出右手 抓住那女孩的头发 把他向后拉 把他的头 撞在过山车的座椅上 他的朋友尖叫起来 你这人怎么回事 他尖叫道 我已经厌倦别人告诉我 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 你闭嘴 听到了吗 他立声说道 他推起了自己的座位 整个列车都晃来晃去 他变得更加心烦意乱了 我屏住了呼吸 听到一些声音 然后我意识到 他站起来了 没有坐在过山车的座位上 看到了吗 这就是因果报应 他从座位出来 踩在应急轨道上说 兄弟 求你了 坐下来吧 等人来帮忙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快一个小时了 我说道 极希望于和这个男人讲道理 他给了我一个毛骨悚然的微笑 走向我儿子 他轻轻摸了摸迪伦的头 我儿子把他的手拍开 那个人的脸色立马变黑了 你小子竟然敢打我 他举起手要打敌伦 我阻止了他 一声说道 你干嘛 别碰我孩子 我咆哮着 我紧握住他的手臂 他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让我明白 他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 他爬到过山车的前部 一拳打在我脸上 闭嘴 你这个软骨头的懦夫 他打了我一拳又一拳 由于座位的束缚 我动弹不得 只能抵挡他的拳击 他终于筋疲力尽 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时 我听到了迪伦 和女孩们的尖叫和哭泣 其他乘客 也同样被他突然的爆发吓到了 害怕这个人 会做出可怕的事情 他朝坐在我们后面的女孩走去 做出怪异的捧腹大笑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你让我想起了 我的宝贝女儿 真可惜他不能来 说着 他伸手去碰那个女孩的胳膊 别碰我 他尖叫道 别跟长辈这么说话 他立声说着 把他按在座位上 我要从座位出来 听到那个女孩的尖叫时 我就产生了这一想法 我不敢想 这个男人接下来会做什么 最后 座椅栏杆弄了起来 我站起来 转身抓住他 把你的臭手拿开 我叫道 我们俩都摔到了过山车前面的铁轨上 我感觉自己的脚 被轨道上的金属碎片夹住了 那个男人再次试图袭击我 殴打我 我听到了乘客们更大声的尖叫 我在轨道边缘跌倒时 他们大声呼救 我差点就被推下去了 没人能控制我 男人喊道 然后过山车重新开始向前移动 我紧紧抓住边缘 那个人则转过了身 这次是他尖叫起来 过山车把他撞倒了 他被压在轨道上 过山车继续向前 把他带到第一个轨道高点 然后 我听到了他摔下去时的大声尖叫 我爬到安全的地方 没有往下看 几分钟后 安保人员来帮我下去 我在出口处等过山车来到 拥抱了我的儿子和妻子 被死为自己发货的行为道歉 我为刚刚经历的创伤安慰敌伦 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们将为所有人免费提供今天的免牌兑券 维修经理说着 向优惠券递给我们 但不久之后 他们就关闭了游乐场 做一段时间的911接线员 你会发现有些是重复来电 一般是孤独抑郁的人 他们在生活中没有可以交流的人 一开始 我总是照张办事 让他们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 我尽可能地让自己 不要卷入他们的烂摊子 但我对一个人例外 也许是他打来的次数太多 我习惯了 他叫亚伯 他经常在周二打电话过来 一开始 他总是投诉自己的邻居 但后来我们发现没什么事 他的邻居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 被骗过一次后 领导告诉我 亚伯患有慢性抑郁症 通常要快吃完时 情绪会不稳定 基本上 他就是个无伤大雅的孤独男性 只是需要一个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觉得 我可以成为那个朋友 我们911必须保持电话畅通 用于处理紧急事件 有时我会和亚伯说 我得挂断了 但这时他会威胁说要自残 好让我继续跟他通话 我们的规定是 除非能确定是恶作剧 或者那个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否则是不能挂断电话的 我们的技术条件 不允许追踪来电人的地址之类的 而且他通常是在晚上不忙的时候 打电话来的 我承认 我有时候是在聊天打发时间 他说 真希望我的现实生活中 有你这样的人 如果珍妮没有抛弃我 事情就不一样了 他经常谈起前女友 我问 你最近跟他说过话吗 有时他会说有 但今天他说没有 他说 还是那套说辞 他说他爱我 但有时爱一个人的表现 就是放开他 这是什么胡话 我说 女人是很难猜的 珊姆 你觉得什么是无条件的爱 不知为何这个问题 让我措手不及 他的声音也变了 听起来有点疯癫 我说 我觉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会爱他 比如你的孩子 不要生孩子 珊姆 但你有孩子了对吧 两个女孩 你记性真好 你会为他们做任何事对吗 这就是真正的爱 亚伯问道 亚伯 这问题很奇怪 你好像有了什么主意 嗯 我当然有想法 你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吗 因为他怀孕了 孩子不是你的吗 其实我知道答案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正坐在他家门外 说服自己鼓起勇气和他谈谈 你确实要这么做 但要保持冷静 珊姆 你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谢谢你 他挂了电话 但在挂断之前 我好像听到了枪响上唐的声音 那是一种很独特的咔哒声 我去休息 同时心里感到一种奇怪的不安 我认为亚伯要做一些疯狂的事 我接到的下一个电话 证实了这一点 我 我中枪了 我的孩子 有人疯了似的喘息着 然后手机掉在了地上 我能听到低沉的呼吸声和枪声 我屏住呼吸让自己保持冷静 电话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那孩子不是我的 他背叛了我 尽管我知道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但我还是恳求他去自首 我想要孩子 但还没准备好 我很害怕 我对他的爱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我说 亚伯 你得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不想你伤害到自己 我知道以他现在的状态 他可能会自我了断 爱情就是个谎言 是残酷的骗局 他把我们吞噬 之后再把我们吐出来 他的情绪在恶化 我尽力让我的主管 去查起他来电 看有没有邻居听到了争吵声 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的位置 然后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我妻子打来了电话 夫人 我在上班 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 我们达成一致 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他才会给我打电话 有人在公寓楼里开枪 我觉得枪手还在 他低声说 我睁大眼睛 明白了现在的状况 巧合或是命运 把亚伯带到了我家所住的公寓楼 然后情况变得更糟了 你的家人在这儿 那个你深爱的人 亚伯在电话里小声说 我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忘记静音了 我心下一沉 夏洛克 离开这栋楼 快点 我转向主管 把地址告诉他们 同时听到亚伯开始沿着楼梯往下走 你说了很多关于你家人的事 我知道你很爱他们 山姆 但不知道他们有多爱你 亚伯 你要什么都可以 不要伤害他们 我是在帮你 山姆 反正他们早晚会伤透你的心 不如现在就了结吧 然后我听到一声枪响 这次我没忍住 对着听筒尖叫出声 主管把我从电话前拉开 我跑到一个垃圾桶前平复情绪 第一批救援人员 大约十分钟后赶到了那里 直到一个小时后 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 最残酷的一小时 我家人没事 没有人受重伤 一颗子弹擦过我妻子的身体 但通过小手术治好了 亚伯不见了 警察搜查了很久 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我请了两周的假 并告诉妻子 我可能会调到别的岗位去 然后 我作为调度员工作的 最后一个晚上 亚伯打来了电话 他说 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善母 你可真难找 我一直在计划 如何真正解放你 所以我一直等到一个机会 等你不在家的时候 你说你很爱你的家人 这都是假的 晚些你就明白了 你又在胡说八道了 有些事情无法挽回之前 去警察局自首吧 我满头大汗 赶忙让急救人员赶往公寓 这一次 他们来不来都没关系了 这次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响亮的爆炸声 炸弹炸毁了我的公寓楼 我的妻子和儿子还在里面 我女儿当时在朋友家 亚伯在一楼 被埋在了废墟里 我不知道这种恶事 有没有可能被阻止 但我已经不想再尝试阻止 这些疯狂的家伙 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我女儿 希望能够向前看 并找到新的办法来养活自己 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压迫 直觉告诉我 顶替我的911接信员 总有一天会接到类似的电话 如此循环往复 我在一家英国私人商务航空公司 担任空乘人员 这是从周二开始的 给乘客播放完航空安全指南后 我开始准备着饮料 就在那个时候 我听到了这个声音 它温柔而柔软 就像一个婴儿的声音 我问了我的同事爱丽丝 是不是有人趁我没看到的时候 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了头等舱 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不是听错了 那天晚些时候 我又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 环顾四周 但我没有看到飞机上有婴儿 这一次是哀嚎 是我听过的最凄厉的哭声 布鲁斯 你听到了吗 我抓住我身边空井的手臂 问他 他摘下耳机 皱起眉头 抱歉 我刚才在听歌 你说什么来着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 他停下来 摇了摇头 为什么只有你听到 或许有个婴儿发烧了 再哭泣 这并不好笑 你知道我丈夫和我已经尝试了一段时间了 我告诉他 抱歉 我皱起眉头 倒在座位上 想弄清楚是否把家庭生活挫折带到了工作中 也许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 我一边想 一边努力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下次发生这种情况时 我决定冷静下来 并调查清楚 我检查了飞机的每个部分 慢慢地停下来看看 我是否真的错过了一位乘客 但事实并没有 和往常一样 这是一次商务飞行 我心想 为什么会有人带孩子上飞机 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去找头等舱的主管 告诉他 我这次飞行结束后 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我理解你 你最近因为流产的事情 遭受了一些创伤 其实你可以早点神情的 他回答道 当我再次听到声音时 我感谢他 并开始走向过道 这次声音更大 更持久 我四处张望 试图找到哭声的来源 然后开始跟着这个声音 走向商务舱座位 上方的行李隔间 坐在那里的人 奇怪地看着我 但我并不在乎 我需要知道 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开始打开 这些放行李的隔间 那里新生儿的声音 变得更大 感觉他现在就在我耳边尖叫 其他人正在看他们的设备 或睡着了 没有人注意我 我不停地从一个行李隔间 走到另一个行李隔间 匆匆把东西扔到一边 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 我后来开始呼唤音啊 希望他能回应我 主管从后面来把我拉开 嘴里嘀咕着 你在搞什么 还不回去工作 但后来我意识到 其实他也听到了 我甩开他 走到放行李的飞机后部 这里婴儿的哭声一直持续着 我知道他被困在里面的某个地方了 我的主管跟着我 让我搜索第一个区域 他叫其他在场的人协助我们 我抓住其中一扇储物柜门 把它打开 里面一片漆黑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 照亮行李 哭声越来越大 然后在黑暗中 我看到一个婴儿在那里爬 朝着我过来 我轻轻地笑了笑 眼泪在眼睛里打滚 我伸手去抱婴儿 突然感到手臂一阵剧痛 在我身后 我的主管拿着注射器 抵在我的皮肤上 没过多久我就混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 我又回到了飞机的前部 我的主管让我去见护士 那个宝宝呢 发生了什么 他看着我 好像我疯了一样 但我知道我听到了什么 我也记得我们看到了什么 想起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我不敢再问他了 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我去找护士爱丽丝 告诉他 我只是觉得累了 主管说 你听到了点什么声音 他问 我对他撒谎了 我声称我什么也没听到 嗯 他说你在闹事 被迫给你打了镇镜剂 我认为下飞机之后 你需要休息一下了 爱丽丝告诉我 我点了点头 然后又去布鲁斯身边坐下 但我一刻都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我确信那个孩子有危险 你还好吧 布鲁斯问道 我不确定我是否可以信任他 但我还是告诉了他 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取笑我 但他相信我 并解开安全带说 带我去哪个地方 我们匆匆地走在后面 我瞥见了爱丽丝 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会跟过来 当我们站在那里 安静地听着 是否有声音时 他的眼睛搜索着每一个行李 你确定在这里吗 我把行李带推到一边 走到我之前找到婴儿的地方 但是什么也没有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方法 让那个宝宝安静下来了 我们要从这所有的行李里面找出来 我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感觉自己快疯了 布鲁斯 我认为我们这样做 会侵犯这些乘客的隐私 爱丽丝走进货舱时说道 你对孩子做了什么 我立声说道 但他却笑着看着布鲁斯 然后对我说 我认为你的情绪有点不稳定 你的精神状态太差了 布鲁斯 快把他抓起来 布鲁斯犹豫着 准备把手放在他的态色枪上 但我不确定他会对准我 还是爱丽丝 布鲁斯 你必须相信我 他这是在绑架这个孩子 如果你不冷静下来 我就让布鲁斯制服你 然后 当他伸手去抓我的手腕时 我又听到了宝宝的哭声 我大声喊他 在那儿 就在那儿 爱丽丝眼中闪过一丝惊恐 你疯了 布鲁斯 拘留他 住口 布鲁斯拿着泰色枪 对着他的脸大喊 我们都安静下来了 我屏住呼吸 然后听到宝宝又哭了 天哪 这里面还真的有一个宝宝 布鲁斯的眼睛都瞪大了 爱丽丝趁他走神的时候 猛地扑了过来 我连忙抓起一个沉甸甸的袋子 往他身上一甩 然后扶布鲁斯起来 泰色枪滚过地板 爱丽丝抓住他 向我扑来 我立马把几个行李袋 推到他身上 布鲁斯将他压倒在地时 他在痛苦地尖叫着 告诉我们宝宝在哪里 布鲁斯喊道 爱丽丝告诉了我们标签号 我们匆匆穿过行李 走向哭声 宝宝被放在一个宠物包里 我连忙拉开拉链 把宝宝抱在怀里 确认一下是否没事 宝宝没事 看起来很害怕 但是一切都好 布鲁斯用手铐 靠住爱丽丝 把他带到前面 大约一个小时后 我们降落了 并对孩子进行了全面检查 宝宝逐渐好起来了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后来调查发现 这个孩子并不是 爱丽丝的第一位受害者 这个孩子来自东南亚地区 爱丽丝在欧洲各地的 走资团伙中 出售这些孩子 这种做法 真的让我咬牙切齿 在我下一次飞行前 我一直陪着这个婴儿 然后我打电话给我丈夫 把这件疯狂的事情 告诉了他 这是我听过的 最可怕的事情 他说的 我带着一丝紧张的情绪 问了丈夫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尝试过 拥有自己的孩子 也许 我们可以考虑收养一个 希望我们能从 同样的命运中 拯救更多的其他儿童 当小丝到他爸妈的 酒鬼拿酒时 我有种预感 今晚会有大事发生 自解封以来 这是我和他 以及另一位好朋友小柯 第一次有机会出来玩 所以有理由庆祝一下 最重要的是 我的父母周末去了科罗拉多州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肆地玩耍了 反正我们是这么想的 喝了几杯之后 小丝整个人都飘了 说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 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我们可以打一些恶作剧电话 他含糊不清地笑着说 我们当时坐在书房里围成一圈 他的哥哥小西抱怨说 这是小孩子才玩的游戏 有谁能给我们恶作剧 现在很少人用固定电话了 嗯 也许我们可以 对美国911接线员恶作剧 小丝建议道 这让我感到有点不安 这不是违法吗 手机信号不稳定 他们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查到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小西说道 小柯紧张地笑了 没想到你也感兴趣 总比盯着你们这几个蠢货有意思 小西怂怂肩说 我不是很想玩 这样会遇到很多麻烦的 我告诉他们 我们未成年 他们能对我们做什么 小丝问 其实他们可以把你扔进少年 但我觉得可以试试 如果到时候出现问题 你们都可以说 这是我的主意 我保你们 小西告诉我们 听到他这么说 大家都接受了这个奇怪的想法 小西拿出他的手机 提出由他先拨通电话 两秒钟后 接线员接起 并问了我们常规问题 911 请问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嘿妈妈 生日快乐 小西笑了 当他打开免提 听那个女人的反应时 我们所有人都立刻大笑起来 你能重复一下 你的紧急情况吗 我很惊讶 他的反应如此平静 小丝催促他进一步而作剧 我为爱痴迷 我需要一个激情的约会 想看看你什么时候下班 小西回应道 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我们所有人都低声要求他挂断电话 然后他挂断了 我们笑了几秒钟 他沮丧地哼了一声 没意思 我希望下一次接电话的人有趣点 他说 小柯紧随其后打了个电话 还是同一个女人接电话 他说了一些脏话 以为能换来对方的回应 相反 他开始表现得好像她是我们的母亲 这个电话仅供紧急情况使用 如果你没有遇到紧急情况 你可能会因阻碍执法 而被追究责任 他简洁地说 哦 来打我呀 小西嘲笑道 又是一个短暂的停顿 我们听到他在键盘上打字 所以你们都在同一个房子里 快挂电话 小四告诉小柯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思考该怎么办 这不是我们当初要的结果 来 让我试试 我要让他辞掉工作 我说 接线员在第三次响灵时 接听了电话 911 请问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他叹息着问道 我想着 他今晚心情肯定不好了 我住的房子着火了 我惊呼道 我希望他不会认出 这是一个恶作剧 你的地址是哪里 他问 我惊慌失措 向他们寻求建议 小西示意我挂断电话 然后我们听到 无外响亮的撞击声 什么声音 小四立马喊道 我有点沮丧 听到911接线员的叹息声 听着孩子们 我已经筛选了你的号码 如果你再打电话 警察会来找你 明白了吗 我挂断电话 把电话扔给小西 小柯正走向窗户 他看到了明亮的灯光 我想 有人刚刚撞到了 你前院的那棵树 他说 我现在可以看到 车头灯 和从汽车引擎 冒出的烟雾 我去看看 你们留在这里 小西告诉我们 他把手机 掉在沙发上 我们所有人 都挤在窗边 看着他走进那辆车 他想看看 是否有幸存者 我本能的 又捕通了911 911 请问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女人问道 有人刚刚在我房子外 发生了严重车祸 我告诉他了 嗯嗯 是谁呢 你妈妈 他问 不 我这次是认真的 我告诉他了 我的主管 要我挂断电话了 他说 电话被挂断了 我听到小西 开始对着车道喊叫 好像还骂那个人 不久后 我们听到了枪声 我看着小西 瘫倒在地 痛苦地哭喊着 一个蒙面男子 拿着枪 从车里出来 完了 小四喊道 那个蒙面男 一定是听到了 因为他现在直视着房子 然后 他朝小西的脑袋 开了一枪 我倒在地毯上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锁门 然后藏起来 小哥喊道 他从我们身边 跑到衣柜前 关上了门 蒙面人 开始向房子开火 当我趴在地上 爬向门口时 子弹穿过窗户 小四变得怒气冲天 他跑到厨房 从砧板上 抓起两把锋利的刀 站在门边 男人越走越近了 快上楼 这里交给我 他告诉我 我看着房间另一头 小西的电话在那里 我冲过去拿着他 当我拿着他 并滚到走廊时 一颗子弹 擦过我的后脑梢 蒙面人踢门进来 我看到小四跳了过去 我走到楼梯口时 头也不回 听着两人打架的声音 那个蒙面人 被砍了几下 大喊起来 当我到达楼梯顶端时 我转身看到 小四被按在地上 蒙面人割了他 他被自己的血液呛到了 我跑到主卧室 摸索着电话 然后拨通了911 接线员一开始 没有接电话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快接电话 快接电话 我恳求道 911 请问你又有什么 紧急情况 他问道 求你了 快派人过来 有人死了 我尽量压低声音 小伙子们 你们这次又在玩什么恶作剧 他反问 我听到楼下的蒙面人找到了小柯后 小柯发出尖叫 气球饶他一命 三声枪响在屋子里回荡着 完了 他们都挂了 就剩我了 我一边说 我一边开始发抖 我听到接线员在疯狂地打字 保持通话 检查已经前往你的位置 当我躺在床底下时 我保持不动 蒙面人在一楼游荡 在搜索着 有没有其他人躲藏起来 他现在在哪 接线员问我 我听到他在上楼的声音 我一边哭一边回答 保持冷静 别出声 他命令到 他现在就在主卧室外面 他先去了洗手间 我屏住了呼吸 我的心碰碰直跳 蒙面人轻声吹着口哨 然后他就到了主卧门口 我看到了他的靴子 上面沾满了我朋友的血 我觉得自己凶多吉少了 他来到床边坐了下来 我没屏住呼吸 吸了一口气 这轻微的声音被他听到了 他立马把我从床底下拽了出来 当他把我按在床上 并用枪指着我的头时 我尖叫着哭了起来 然后我听到了房子外的声音 警察 你被包围了 蒙面男抓住我 把我推出房间 然后下楼梯 当他来到前廊时 我被扣为人质 警察要他放下武器投降 但他一直用枪指着我的后脑勺 他想利用我作为筹码 但一切都在一瞬间结束了 一道红光划过树林 一颗子弹穿过树木 将蒙面男一枪毙命 我跑向警察和急救人员 拼命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孩子 你现在安全了 以后不要玩这种游戏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是那位911接线员 从那天起 我很尊重接线员这个工作 不敢再恶作剧了 我们已经连续开了18个小时的车了 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假期旅行 我们离目的地只剩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 爸爸很坚定地要去哪里 但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 剩下的路被封了 他问 导航上有显示别的路吗 妈妈半睡半醒 说不清楚 于是爸爸把手机递给我 手机信号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今晚就开到这里吧 妈妈指着一个服务区低声说 有几辆大货车停在那里 开什么玩笑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为了到达目的地 爸爸竟然危险驾驶 不按道路标时行驶 把车驶离了高速 但我们运气太差了 沿着这条路走了十公里 天气很糟糕 最后连高速公路都看不见了 现在连爸爸也开始放弃了 手机没信号了 这是个什么破地方 我哥哥望着白色的荒野说道 空气又冷又诡异 好像一切都突然被冻在了原地 但在模糊的视线尽头 我看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或者说 看到了他们招牌上暗淡的灯光 我说 我们到那里去吧 这地方虽然很一般 但也没别的选择了 靠近后我们发现 这栋楼似乎被废弃一段时间了 窗户被打碎 到处都是涂鸦 垃圾也到处都是 路上的砖缝里 有曼腾生长出来 我哥哥小马说 这里是犯罪的绝佳地点 爸爸妈妈吵了起来 都是你的错 我们当时就应该停车的 那样我们能待在有人的地方 妈妈吵了一声说 我以为我们能到的 爸爸回答说 所以你莽撞做事 不想想后果 你根本没考虑过我们其他人吧 这样吵了大约五分钟 直到小马抱怨说他累了 我们都累了 这场激烈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爸爸按了按座位上的按钮 把背衣往后靠 说 这里也挺好的 没人打扰我们 他抱着胳膊闭上了眼睛 妈妈又狠狠瞪了他一眼 争吵结束 他让小马从后备箱 拿几条毯子出来 这里晚上可能会很冷 他说 小马有点费劲地 把毯子拿了出来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 大约十分钟后 我们变得暖和起来 雪不停地吓着 我突然意识到 我们与世隔绝 这种感觉很吓人 真怀念在梅阿姨的家里 我抱怨道 他们肯定很担心我们 但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还是好好休息吧 我把毯子裹得更紧了一些 闭上眼睛 让自己身体不发抖 在这荒凉的地方 睡着是很难的 但我实在太累了 看着雪花慢慢飘落 我闭上眼睛睡着了 这个夜晚 注定是不平静的 几个小时后 我爸爸在打呼噜 小马踢着我低声说 嘿 你醒着吗 现在醒了 我咕弄着说 发现我爸爸的憨声 大概能把死人都吵醒 后备箱里有耳塞 你觉得这个破地方里面 会不会有值钱的东西 我看了看外面那座 黑乎乎的大楼 有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太危险了 这个时间点 各种野生动物 可能都出来了 别像个胆小鬼似的 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着门口 我自己进去 他说着抓起手机 用作光源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 他就轻轻推开门 在雪地上走了过去 我在车上看着他穿过去 走进了那家废弃的汽车旅馆 他从视线里消失时 我感到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寒意 但并不是因为气温下降 而是我觉得这地方非常吓人 这里很容易出事 我心想 然后真的出事了 我盯着门口 看到两盏刺眼的前灯 从通往废弃汽车旅馆停车场的 道路尽头照了过来 有人从那条小路过来 我突然想到 一定有人在付电费 才能保持广告牌的照明 我发现他靠近了 很可能是因为大雪和黑暗的环境 他们看不见我们 我看到了他停在那个废弃的建筑旁 我听到轮胎轻微的嘎吱声 然后他熄火了 我们在即将发生幻视时 都有奇怪的第六感 在引擎熄火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 那个司机并非善累 他们看见我们了吗 外面这么黑 可能没看见 不过他们是来这干什么的 我看见一个人影 从驾驶座上跳出来 来到白雪覆盖的停车场 不管他们是谁 看起来都不像是迷路了 他们以前肯定来过这里 我扫尸一圈 没看到小马的踪迹 他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 他听到卡车开过来的声音吗 就在那个司机消失在对面的油箱附近时 我看到小马从大门走了出来 我松了一口气 打开门示意他快点 他看起来很害怕 朝我跑过来 但在停车场中间滑倒了 脸先着了地 他扯着嗓子大喊 就跟骨折了一样 这惊醒了爸爸 他猛地起身 按到了车喇叭 喇叭响起的时候 我用余光看到了那个司机 火僵在原地 希望他们没有听到 我不想惹上麻烦 我要叫醒爸妈 然后赶紧离开这里 看到那个身影再次消失 我邀请了妈妈 他顺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 安妮 怎么了 我很累 有人在这里 我低声说 小马慢慢爬了起来 一边擦掉鼻子上的血 一边向车子走来 我到处都没发现那个司机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妈妈逐渐清醒过来环顾四周 暴风雪使的另一侧的卡车都看不清楚 你哥哥呢 妈妈问道 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 他去洗手间了 我指着厕所说 然后我发现 满地式冰的停车场里 到处都看不到我哥哥 他刚才还在那里的 我低声说 什么 别闹了 安妮 你哥哥在哪里 妈妈一边用手肘轻推爸爸 一边问 然后我发现那个司机 就站在我们车子的正前方 你们迷路了吗 他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有善 但我总觉得坠坠不安 那个人靠近爸爸的车窗时 爸爸警惕起来 没有 我们只是想找个地方过夜 路况和天气很糟糕 爸爸说 这个人看起来过得很不好 他的胡子上满是面包屑 昨夜好像就要瞎了 好吧 这不是过夜的地方 开车走吧 好的 我们很快就走的 但我儿子还在厕所 我妈妈说 爸爸查看了停车场 还是没发现小马 那人又靠近了一些 我甚至能闻到他嘴里的酒味 可能我刚才没说清楚 你们得走了 就你们三个 暴风雪会越来越大 赶快走吧 他的声音中夹杂着恶意 像是警告我们 我明白过来了 小马要被留在这里和他一起了 但出货的意料 爸爸坚持道 我不会丢下我儿子就走的 那人点点头 好吧 随便你 他说着穿过白雪覆盖的停车场往回走 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冷 他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我问爸爸 怎么办 他一定把小马带走了 我去找他 他可能迷路了 爸爸说着下了车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妈妈低声说 我和妈妈在车里 看着爸爸穿过空空的停车场 过了一会儿 那个卡车司机发动了引擎 他是准备离开吗 也许我错过了他 他开始加速 我盯着爸爸 心下一沉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那辆大卡车已经开始往前开了 妈妈立刻按下喇叭 爸爸吓了一跳 停了下来 然后我们俩惊恐地 看着那辆卡车静止朝他开过去 爸爸跑了起来 但卡车的速度更快 他猛踩油门 我们听到了引擎的轰鸣声 他逼近了 然后爸爸滑倒 被卡车撞了 即使事情已经发生 我依旧不敢相信 爸爸在停车场上躺着 十分痛苦 他的身体几乎被那辆大车的重量压断了 然后我们发现 卡车正在转向我们 妈妈 我低声说 他立刻爬到驾驶座 发动了引擎 卡车司机几乎来到我们面前了 接着他倒挡 猛踩油门 完了完了 那辆大卡车马上就要追上我们了 快点 我妈妈大喊 我们绕过路沿 卡车司机撞了上去 我妈妈转到前进档 一直向前开 同时 我们疯狂地打电话报警 但手机没有信号 我看不见远处的卡车了 但我仍然没有安全感 我爸爸死了 小马也不知所踪 后来 我再也没见过那辆卡车 我们在天气变好之后 带警察回到了事发地点 我们找到了小马 他被塞进了油箱 燃油 则被倒进了地里 地底下还有13具尸体 全部被压碎 再倒上刺鼻的汽油 以削减尸体的臭味 后来我们发现 那个汽车旅馆的标志是故意架设的 那里是人口贩卖团伙的落脚点 和尸体存放处 我和妈妈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夏日 我不知道该责怪谁 我也不确定自己还能坚强生活下去 我只知道还有个疯子没被找到 而这是最可怕的 大约一个月前 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作为我的副业 我在网上的本地群看到招聘广告 觉得这钱应该很容易赚 招聘 淡季游乐园兼职夜班保安 工作内容包括 定时巡视场地 保持场地卫生 设备维修 以及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 有益者联系 场地本身不大 有很多游乐设施 只有寒暑假孩子们放假的时候 才有顾客 晚上开着高尔夫球车到处转 确保一切正常 这份工作也挺悠闲的嘛 到达后 他们给了我15分钟的适应时间 并告诉我大部分时间是完全独自工作 这听起来很不错 头几个晚上 我很难保持清醒 我通过看书来让脑子转起来 但我太累了 第三天晚上依然不在状态 睡着了 大约凌晨四点 一个很响的声音 吓醒了我 检查摄像头后发现 一个游乐设施开启了 我抓起手电筒 跳上高尔夫球车去查看 是一个海盗船 所有的灯和音乐都没开起来 这吓了我一跳 我看不出 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启动了它 也不像是有人 深夜偷溜进去找刺激 我来到附近的操作台 把它关掉 心想 是不是有人为了 分散我的注意力打开了它 然后我看到 远处又一个东西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有点生气了 我回到高尔夫球车上 开到奇幻屋 仔细检查了外面的情况 才小心翼翼地进入正门 这地方是个典型的惊悚设施 每个拐角都有怪异的图案和服装 但我看不出任何有人 藏在这里的迹象 我很肯定 刚才看到两个人 在鬼屋迷宫跑来跑去 但一直没能看清 然后就在我跑到二楼中间时 停电了 周围一片漆黑 我借着手机微弱的亮光 慢慢挤过长相怪异的毛绒玩具 找到了出口 这比我预计的 大概多花了二十分钟 所以刚才捣乱的人 肯定早就走了 回到车上时 我发现轮胎都被划破了 我一边观察四周 一边想 这证实了还有别人在这里 我一个人影也没看见 但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就好像有人在监视我 我沿着主干道走 一路上一直盯着小巷 和传来声音的设施后方 每一点风吹草动 都能吓得我疑神疑鬼地跳起来 有人在跟踪我 接着我来到了中心广场 这里有巨大的摩天轮和喷泉 电力又恢复了 水从地上喷涌而出 我浑身都湿透了 手机还掉在了地上 听到屏幕摔碎的声音 我很恼怒 匆匆穿过水世界 往摩天轮走去 这个巨大的装置开始转动 我听到有声音 有人在那儿 但由于灯光和高度 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但这一切 感觉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恶作剧 我再次来到操作台旁 把它关掉 但这次没有奏效 我沿着道往前走时 因为肯定还有备用操作台 车轮的声音 肯定会分散所有过路人的注意 可能还会让我被炒鱿鱼 因为管理人员 有时会通过摄像头巡查 我决定采取极端措施 去车里拿我的旧电机枪 我的车很远 但这些恶作剧的人 毫无理由地吓唬我 让我很生气 确认电机枪准备好后 我大步走回中心广场 大声叫摩天轮上的人下来 没有人回应我 所以我爬到车厢附近 好看得更清楚 我拿着电机枪站在上课区 准备击晕那些要吓唬我的人 让他们尿在裤子里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出乎我的意料 我在第三辆车上 发现了一具尸体 我惊呆了 车子还在不停旋转 我跨了进去 开始随着车厢上升 这是个年轻的女人 大概二十岁 看起来 有人占了她的便宜 然后在这里伤害她 我不确定她的死因 但这里有很多血 我自己还沾上了一些 到达摩天轮顶端时 突然停电了 我俯视着空荡荡的游乐园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 我看到了远处警车的灯光 向圆区靠近 他们把车开进停车场 我可以看到他们跑过各个景点 往我的方向来了 我看不太清楚 但他们好像拔出了枪 就在这时 摩天轮又启动了 我静止摔倒在那具尸体上 我浑身都是血 尽力忍着 不要吐出来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 直到来到地面 摩天轮停了下来 迎接我的 是全副武装的警察 举起手来 他们喊着 我说 不要伤害我 这是个误会 接着 我看到摩天轮的控制台 旁边有人 是戴我的人 我指着他们 解释说我是新员工 他们脸上 露出了冷漠的表情 戴我的人回应说 一个知道如何操作设备 和杀人的新员工 幸好我今天晚上过来看看 让你没能删除监控视频 我对他们的暗示 感到一头雾水 警察把我从摩天轮上 带下来 并拘留了我 我要求看监控 我觉得一定是带我的人 伤害了这个人 我整晚都在游乐园里找他们 你们自己看 他们照做了 但我发现 没有一针拍到我的脸 监控显示 一个穿着制服的人 一直追着这个女人 然后在摩天轮上 伤害了她 每一个录像里 凶手都没有露脸 但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制服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的心已沉 你陷害我 让我背黑锅 我喊道 试图抓住他们 警察拦住了我 说要把我带到局里进一步审问 被带走时 我在想 自己是不是疯了 还是运气不好 我回头看了看 那个人微微一笑 我知道 是我给了他 伤害人的机会 为什么 我们不用翻船去洞穴了 我知道答案 事故发生后 爸爸甚至不敢靠近水边 当时 他的怯懦 让我感到恶心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如此害怕水 他从不讨论那起事故 我们就住在海边 所以去潜滩附近 短途潜水 是很常见的事情 有时 我们会把船开出去 再走远一点 附近的泄湖里有隧道 爸爸很喜欢探索 这是他的热情 有人会说是他的生活 然后有一天 他就突然停下来了 那天我在学校 然后回到家 门开着 我沿着一条水溪 发现他蹲在角落里 身体不停地颤抖 他一副魂飞魄散的样子 我爸爸是个勇敢的人 他努力工作 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所以当时看到他那个样子 真让我感到不安 当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指着一张地图 他的兄弟去洞穴的次数增加了一些 试图确定潜水的最佳地点 地图上有一个地方 约翰叔叔用红色标记 圈出了一条更深的隧道 这是个暗号 表示这个地方藏有珍贵的宝藏 但可怕的事情却发生了 在那之后 约翰除了从我们的邮政信箱投递邮件外 就不再来我们家里做客了 我有试过主动于他示好 但是他却不灵情 我感到很沮丧 父亲不再像以前 我们曾经经常一起去潜水 但现在却永远不会有了 所以我做了一件冒失的事情 偷偷开走了船 穿越公海 进入深海 着实令人振奋 一轮月亮挂在天空上 让我的心跳得比野兔奔跑还快 我想找到他和约翰放弃的宝藏 事故给他造成了心理创伤 我要向他证明 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我不应该一个人去的 这是我们独自一人时 为了避免进入洞穴的第一条规则 我低头看着漆黑的海水 打开头灯 头也不回地潜入水中 我以前已经做过数百次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没多久就找到了水下洞穴 不过 我知道这么明显的地方 约翰肯定找过了 我开始怀疑 他是否一直找错了地方 我决定跟随我的直觉 朝相反的方向游去 向右游 我开始感到有一点不安 这些隧道要按得多 我知道这很危险 但尽管空间狭窄 我还是想继续前进 然后当我在水中再次看向岩石的时候 我放慢了速度 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水面闪闪发光 并移动着 我心里想着这里可能有其他人 但是我不能停下来 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去寻找什么 我游得更快了 我可以看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有一个气带 我朝他走去 爬到干燥的洞壁上喘了口气 这时我越来越能确定 有人在跟着我 我靠着洞壁静静地等着 漆黑的水面如此平静 在水的另一边 也就是岩石的另一边 有一个潜水员从湖中浮出水面 他不可能是来玩的吧 我看着他的潜水服 他不适合休闲潜水 漆黑如液的光滑厚实材质 覆盖了他们身体的每一部分 当我躲藏起来时 我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 另一个人影出现了 这个人从他的小艇后面 拖着一个黑色的大袋子 这个袋子 大到可以装一具尸体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安静 不被发现 因为我知道 他们一看到我 就意味着我的死亡 当我慢慢潜入水中时 他们正商量着一些事情 他们的声音 在狭窄的洞穴中回荡着 你确定没有人会来这里 这个泄湖已经被我们占据了 如果小明知道了也没关系 他知道这对他也有好处 他不会违抗我的命令的 我感觉浑身都凉了 赶紧往另一个方向游去 这些潜水员知道我的名字 我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因为我听到的是我父亲的声音 我现在在水下 所以务必保证安静的游向入口 但水太深了 我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 然后我听到第二个人在喊 接下来我听到他们两个 正在向水中开枪 我抱了一块石头当盾牌 尽量保持不动 如果我保持安静等待 他们会离开 或认为我已经死了 但没想到的是 第二个人潜入水中 我看到他的身影 静止朝我走来 我浮出水面 并试图弄清楚我的方位 就在那时 我感到一只手 抓住了我的衬衫后背 将我拉了出来 有什么冰冷的东西 顶着我的身体 我意识到 是我叔叔拿枪指着我 因为他和我父亲 正在争论如何处理我 小明 你看到了什么 我父亲终于问到 我的心跳 快得要爆炸了 我知道说出真相 意味着我的脑袋 中了一枪 我原以为我爸爸是个胆小鬼 但事实是 他和约翰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现在是这个秘密的其中一部分 我什么都没看到 如果有人问起 我会这么说 我告诉他 我们不能相信他 约翰喊道 他掏出一只浅水长矛 猛地刺向我的脚 我痛苦地尖叫 爸爸心跳加速 抓起长矛 两人一起滚入水中 我看着他们在水中搏斗 说实话 那时候我不确定我想饮水 相反 我回过神来 赶紧跑到果实袋前 看看他们做了什么 那是一个装门骨头的袋子 我猜想 这些老骨头 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 我快要晕倒时 我把一个人从水里出来 他的衣服破烂不堪 身上遍体鳞伤 但是约翰不见了 他让我去帮他 我默默跟到石窟的一个 更深的坑里 他是泻湖中的天然间歇拳 不断冒泡 吞噬着他们倾倒的骨头 我问 你这样做多久了 不久 这只是开始 我不想让你参与其中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爸爸 你为什么要这样 是因为意外吗 我问他 他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告诉我 我需要找到我叔叔的尸体 把他丢在这里 必须找到再回家 回家后 永远不要提起这件事 我吓坏了 只好默默听他的了 我游进泄湖 疯狂地寻找约翰 我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 但最终一无所获 约翰可能跑了 当我回到家时 我撒谎了 我告诉爸爸 我已经处理好了 现在我们都有一个秘密了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这让我感到焦虑和恐惧 我们海岸外的水域 现在更黑了 至于那个洞穴 我是永远都不会再去的了 我们的小镇出了很多事 凶手会拨打911 让我们这些调度员 现场听着 他夺走受害者的生命 没能及时抵达现场 没有幸存者 也没有线索表明凶手是谁 我姐姐说 因为19人被杀 到教堂来的人变多了 他自己在教堂工作 将近33年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感谢上帝了 他开玩笑说 我告诉他不要担心 一切都在警方掌控之中 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人都慌慌张张 没有人是安全的 事情再度恶化了 因为凶手坚信 自己是上帝的信徒 这让他们犯了第一个错误 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你想让我们怎么叫你 我问 他回答道 雅兹拉尔 地狱深渊的看门人 听起来像是一个男性的声音 二十五六岁 是时候首歌更多灵魂了 但首先 我们需要听一段忏悔 然后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是一个男人在抽气 他 他说 如果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他就不会伤害我 我问 那么告诉我 只要你愿意忏悔 就能得到宽恕吗 我不确定凶手是在考虑我的提议 还是在干别的事情 他是会的 那人强忍着哭泣说 他接着说 我要坦白的是 我对妻子出轨了 我很懦弱 需要有人陪伴 而他不在我身边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 他发现了后 自我了断了 这都是因为我的意识贪念 我是混蛋 看 忏悔后你感觉好多了 对吧 凶手说 然后他们挂断了电话 我屏住呼吸 然后回拨了那个号码 他走了 他没有杀我 也许只是运气 让他逃过一劫 又或者凶手改变了作案手法 凶手第二天又打来电话 这次是一个女人忏悔 说他讨厌自己的孩子 不想要他们了 我只是厌倦了一直供养他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我是他们的妈妈 我需要对他们负责 但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想管了 太累了 此生认为 他没有丝毫悔改之心 应该结束他 这种作案手法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重复 他会让所有真心悔过的人活下去 我们把这一消息 告诉镇上的所有人 我知道这很疯狂 但如果你有秘密 并且不打算告诉你爱的人 现在是时候了 这或许能救你的命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就像我姐姐之前说的那样 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都在尽最大努力 做个善良的人 这个死神肯定和这里的教堂有关 你不觉得吗 因为他好像知道 人们忏悔的内容 我们要不要调查一下牧师 我的主管建议到 我们决定谨慎行事 在不惊动神职人员的情况下 进行调查 我们注意到其中一些人 有祷告箱 我想办法打开其中一个 里面塞满了旧的信件 也有忏悔词 我突然想到 这里可能就是凶手 挑选受害者的地方 我看到其中有几个被撕开的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领导 他们同意在凶手回电话时 监视这个位置 这次凶手的声音 听起来不太一样 很激动 你以为你能阻止上帝的意志吗 我感到一阵寒意 原来他一直在教堂里监视着我 我们就要抓到你了 如果你认为把我关起来就能阻止这一切 那你错了 只要人们还有罪孽 就永远不会停止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我会去自首 接下来 一个1.8米高的白人男子 来到了我们的调度办公室 我的上司特雷西 把他关进了拘留所 他叫麦克斯 他声称 对其中几起凶杀案负责 但他也表示 还会有更多凶杀发生 麦克斯说 这个小镇被罪恶淹没了 在被彻底清除之前 大清洗是不会停止的 那天晚上我们开始接到其他电话 人们报警说 死神就在他们附近 一位老年男性说 我在教堂里忏悔了 牧师说没事的 我跟上司说 我想和麦克斯谈谈 进入审讯室后 我告诉他 我之前想错了 你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 你还有同伙 我说 上帝会与人类 不能理解的神秘方式工作 你是说 即使真正的凶手 还逍遥法外 你也愿意为这些罪行负责 为什么 是上帝让我这么做 我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麦克斯简洁地说 他拒绝在回答任何问题 也没要求请律师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情况有所好转 因为人们避免惹怒死神 我和姐姐聊了聊这件事 问他 上帝是否真的会赞成 带来这种恐惧 他们没有罪孽 他说 我争辩道 有人死了 你们教会却没有做任何事 来帮助他们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即使是最好的人 也是有罪的 我不想进行神学的辩论 但出乎我的意料 他似乎并不太在意 他反驳说 要么他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服从上帝的旨意 要么上帝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就这么简单 孩子 他的话让我很困扰 那天晚上我去忏悔时 告诉了牧师我的感受 死神是靠恐惧约束人们 他声称自己是替上帝做这种事 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上帝是这样的 那我恨他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时 有人闯进了我家 我听到他们从楼下的窗户进来 我伸手去拿床底下的球棒 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 别动 否则我就开枪了 一个蒙面女人站在那儿 拿枪指着我 他说 我听到你的忏悔了 詹姆斯 现在是时候宽恕你了 牧师们和你是一伙的 我猜测到 然后他递给我一个袋子 我打开它 看到里面有大把现金 我明白过来 这一切都不单单是为了救赎 也不仅仅在于 是否真心忏悔 这些人还想要钱 上帝之家的日子不好过 把你的不解之物交给教会 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他的话证实了 他与教会的关系 我承认到 我没钱 然后我与他们做了交易 但大多数晚上 我都在911呼叫中心 做机械员 我知道人们的住址和工作 我知道的忏悔 比你从牧师那偷来 多得多 我一边说一边坐了起来 我对那个蒙面女人说 我可以弄到你需要的东西 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的信息 她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把我打孕之后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上班时 同事告诉我 有人在办公桌上 给我留了一份礼物 是一封来自那个忏悔箱的信 亲爱的詹姆斯 我们期待与你合作 遵从上帝的旨意 别让我们失望 我把信揉成一团 开始工作 但我知道 如果我想活下去 就必须履行我的承诺 我戴上耳机 接到了第一个电话 我说 这是紧急电话 我听出那是我姐姐的声音 她在抱怨 她所负责的几个孩子 我沮丧地叹了口气 我说 这是紧急电话 好吧 也许你有办法联系 能处理这事的人 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你常常收到 他们的消息 她说 你知道死神的事是不是 我问 你要我派他们去杀掉这些孩子 我叫道 她的话让我感到恶心 她笑了 死神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你是无法阻止的 没有人可以阻止 然后我想起了自己和死神的交易 我把她的地址发给了他们 我知道 她是教会最慷慨的捐赠者之一 我在邮件中写道 遵从上帝的旨意吧 点击发送时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人 我变成了一个 自己最讨厌的人 妈妈的第六感 救了我们全家人性命 很多年前 我和家人决定去美国度假一个月 我们从洛杉矶沿着西海岸出发 然后穿过内华达州返回 我们租了一辆车 以公路旅行的方式度过了整个假期 一天晚上 我们前往龙波克 在圣巴巴拉停留过夜 我们开着车绕来绕去 想找一个高性价比的汽车旅馆 我爸妈找到了一个 看起来还不错的地方 他们进去询问价格 我和妹妹待在车里 用iPad听音乐 我们听着那天买的音乐专辑 这时我妹妹摘下耳机说 快看妈妈 她在做什么呢 我抬头望向窗外 看到爸爸正在汽车旅馆的前台 和经理交谈 我妈妈的肢体语言很冷淡 很奇怪 她通常对任何人都很友好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我对妹妹说 她怎么了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她们 我妈妈站在爸爸身后 双臂交叉着环顾四周 似乎在提防什么东西 高度显替着 过了一会儿 爸妈回到车里 讨论要不要留下过夜 爸爸说 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地方了 而且她饿了 想吃晚餐 所以我们最好就住在这里 而且这是最后一间房了 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但是我妈妈不同意 说道 我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爸爸继续争论着 因为我妈妈无法解释 她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地方 而且她越来越生气 最后妈妈爆发了 大声冲我爸爸喊道 我们不要住在这里 随便你 爸爸说着发动汽车 发动汽车 倒出了汽车旅馆的车道 这时我和妹妹看着对方 我们都保持了沉默 因为妈妈看起来很紧张 早上 我们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 为新的一天做准备 爸爸打开电视 听到了那家汽车旅馆 发生枪击事件的新闻报道 原来 我们离开后大约15分钟 一对夫妇进去订走了最后一间房 跟在他们身后的人开枪打了他们 就因为他们订走了最后一间房 我们都转身去看我妈妈 她睁大眼睛站在那里 惊恐地看着新闻 我就说我对那个地方有不好的预感 她对爸爸说的 爸爸看起来假装没听见新闻 必要的时候 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 或者 你妈妈的直觉 飞机上有个男人给我一签 要求我跟他说两句话 我父母当时离婚了 平时我就住在澳大利亚 但是一有空 就会回英国看望我父亲 他的家人 和我的大家庭 这个故事 就是在其中一次回去时发生的 那时我13岁 由于时间上的安排 我没有兄弟姐妹的陪同 幸运的是 大多数航空公司和机场 都有给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 提供出行协助 包括身份识别 在机场内全程陪同 协助办理登机手续 并优先登机 我是第一个登机的 陪同人员跟我道别 然后把我托付给了空乘人员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飞行的头几个小时里 没发生什么大事 但我还是有点不安 我总感觉有人在看我 但每次环顾四周 我都找不到视线的来源 我当时认为一个人坐飞机 有些紧张 所以打算看看电影 让自己冷静下来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 我去上厕所 发现有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我后面大约四排 中间过道的座位上 有个男人在盯着我看 他看得肆无忌惮 出于害羞 我低下头挫开视线 并无视他 从他旁边走过时 我感觉他好像在示意我看他 似乎是想问我个问题 我不打算理他 假装没看到他向我打手势 我母亲一直很有安全意识 受到他的影响 我对陌生人总是比较警惕 他强调过独自旅行的时候 除了陪同人员 我不用回答其他大人的任何问题 他还说 如果有人想跟我说话 或是让我帮忙 我有权无视他们 或是告诉机场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 我从他旁边走过去上厕所 然后低着头 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再试图 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我有点害怕 不敢回头看他 我只知道 那种怪异的 被盯着看的感觉 在飞行过程中从未消失 在睡觉时间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有过长途的 国际飞行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睡觉时间 就是在飞机上模拟夜间环境 好让人们入睡 所以这段时间 没有售卖商品推车 只有灰暗的灯光 而且飞机上 所有的屏幕都关闭了 我当时很累 缺觉 应该试着休息一下 但我觉得很不舒服 只想用看电影来消磨时间 这时他过来了 他把一只手 放在我的肩膀上捏了捏 然后说了些什么 我戴着耳机 所以没听见 他把手拿开 虽然很累 但还是转过来 高度集中注意力 你说什么 你能跟我到飞机后面去吗 拜托了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不是 我只是想让你 跟我到飞机后面去 我回头看了看 帘子后面的飞机尾部 那里很黑 唯一的一间厕所是空的 你想要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签 我只是想在飞机后面 跟你说两句话 很快的 我完全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办 现在回想起来 我当时觉得很恼火 不怎么害怕危险 更多是生气 因为被打扰到了 然后要去干别的事情 因为当时太累了 我没想到自己 可能会陷入危险 觉得这个人 只是想跟我讲点什么事情 也许他当时再怂恿我一下 我就同意了 庆幸的是 他没有坚持这么做 我后面的一个人 拉下眼罩 我后来意识到 他留心听了 我们的整个对话 从座位之间的缝隙探过来说 他不感兴趣 你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去 否则 我就叫乘务员过来了 我从未见到过 有人动作那么快 他收起钱包 急忙跑回了自己的座位 他戴上眼罩转过身 我们这样就看不到他的脸了 他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说 如果他再回来 你就把我叫醒 或是叫乘务员 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 用飞机中间的那一个 那边亮一点 他说着用另一只手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说了声谢谢 他靠回座位上 但没有把眼罩戴上 而是朝那个男人的方向 看了看 在飞机的最后几个小时里 我紧张不安的情绪 得到了缓解 也不觉得有人在看我了 那个女人 她是带着两个孩子出行 一直跟我搭话 问我要去哪里 谁来机场接我等等 得知家人会来航站楼接我 他脸色变好了 还主动提出陪我去取行李 我们降落下了飞机 看到抵达大厅的父亲之后 我向他挥手告别 说了声谢谢 然后就离开了 至于那个男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这件事很奇怪又很短暂 我应该很快就会忘记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我对他的意图有点后怕 我有一些推测 庆幸的是 我现在安全了 至于那个救了我的女人 你是我的英雄 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好